大家好,我是吳仔 厲害了 全王菲和謝霆鋒分手 和平分手 原因是什麼? 體驗了,傷看兩身厭 我第一個消息在馬來西亞星洲日報那裡爆出來了 香港現在有轉載嗎? 說他們分手分手 分手原因曝光,彼此沒有糾纏爭吵 另外一個消息 謝志恒的老婆 關了一個IG,不再用IG 開了一個新開會員仔 他說如果大家想關注我的家事 給錢吧 抓到人不懂得脫國 也對,做對了第一步 有流量,別人也可以 抓到人不懂得脫國 可以再脫勁一點 其實張志恒這件離婚事件是賺大錢的 真的賺大錢的 我稍後說一說 他懂得這樣經營 其實不用多謝我 你這些事情都存在 那我慢慢再說他 不幸運給他聽了幾分鐘發達 那做人 起碼也要做一些功課 你說 三分鐘說了給你聽 然後你再賺錢 你又不會多謝我 不要緊 我也是 口說話當是被吸 我先說第二件 等就等 等不了就不要賺 我再說一下謝霆鋒和黃飛 請大家給我Like支持我們廣播 分手 結束九年情 一講到這些人 就會說是假新聞 搞你老爸 你怎麼知道 是嗎? 你打吧,謝霆鋒和王妃分手 香港傳媒都這麼寫 娛樂新聞有分真假的嗎? 什麼叫煲水新聞? 麥當拿也說死了 現在新聞沒有真假 超哥也不敢立假新聞法 為什麼有時候的事 你的記者現在都是作者 有拉又鎖 香港還有記者 香港是誰敢報 那些記者是作者 你想看這些事就告訴你 有沒有可能性呢? 因為覺得王妃年紀多大 五十多,五十三 鄭凌鋒現在小11年才只有42歲 其實鄭凌鋒和我差不多大 如果一個五十三歲的女人 看看誰 邱淑貞也可以 其餘很多人都會問 雄欣也可以想想 但未必會喜歡雄欣 我自己本身還有選擇 但如果你說王妃 小時候要很喜歡 看看他有多癡情 其實一直傳他們分手 2020年10月開始傳 傳到現在2023年 又拍到他們過夜 他們過夜 又不是說得很厲害 其實在他家裡 睡覺 別人的老夫老妻 大哥九年 我和阿希也認識不到九年 九年 很激情 他們這些是靈性伴侶的那種 你明白我 我明白你 大家不用煩來煩去 適合就在一起 我喜歡你 你又喜歡看著我 愛情很簡單 不用這麼說 今年3月還放閃 為何無端端說他分手 他引述一個外媒報 他說外媒說 香港傳媒爆料 王妃謝霆鋒分手 火速登上微博熱手 原來現在中國大陸最爆這宗 有傳二人和平分手 沒有糾纏沒有爭吵 分手主要因為彼此覺得不適合對方 正式結束九年情 這個世界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可不可以信 沒有什麼是不可能 有沒有這麼奇怪 對焉了悶 如果你說是否一個原因 他親口說就是 他信就是 其實只是說兩個字 圓盡 究竟別人有沒有圓盡 我們不會知道 你問我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有 什麼都有可能 就是謝霆鋒和張法茲生 第四個也有可能 有什麼沒有可能 未來也沒有發生 他想就可以了 又生得出 所以那些人之前說 謝賢和張法茲 有什麼可能 你覺得在現實生活 有沒有可能 老爺和媳婦 有 可能 但不是事實 有可能 但不代表有發生 這些是好玩之處 說那個娛樂新聞 有一點想像力 討論那件事 但不是說 是 真的 謝賢和我兒子 你當然不行 討論有沒有可能 就有得談 先看看 馬來西亞那邊怎麼看呢 那邊是傳來先的 他也是炒作一下 中國那邊有勁 有些網友相信 老少配 遲早婚 相信大家都累了 有人表示恭喜 有人說非常好的消息 很開心你們分手 希望張柏茲幸福 這些很低能的 說得很單調 但你們留言最多人喜歡 希望張柏茲幸福 你們的視野太窄了 謝霆峰不是和王菲 而是和張柏茲 世間真的有很多女人 世間真的有很多男人 人類是一個雜交的社會 不要說他們的世界 只有這些男女主角才行 絕對不是 不是的 真的不是的 這麼多美女的世界 神經病 有緣分就黏在一起 他們和男人很難 你說女人 如果和他生了一些小朋友 如果不是男人 又喝醉 打人 變態暴力 什麼什麼 家暴那些 他這樣分手 他也想符合 但是男人 又有錢 又年輕 又外面什麼 還有很多可能性 天下間有很多女人 男人是不會這樣回頭的 他和王菲會 是因為他們神交 合 所以可以做得到 但是有些人說 分分合合最終都在一起 覺得他們倆是 會長久的 但是有人說 是不是想念張柏茲的森林 說什麼 張柏茲的森林 什麼一棵樹成的森林 他不是這個意思 對了 有些人說 可能一早分手 炮友都還沒頂 你說 在家裡過夜 其實這關不關係 不關我們事 老實說 看看新加坡星洲那邊 怎麼寫 網民說王菲和誰都不能中老 說他性格不適合人間煙火 疫情退去就會生厭 但是有些網友說 就算他和王菲分手 他也覺得和張柏茲的森林 是不可能的 不過有些人說 不是不可能 隨便吧 有沒有可能 也是這樣 也是這樣 說文敏那件 又說懷第四胎 不知道是真的還是真的 他可能炒了開新IG 想要給錢 有些人讓一條生路人走走 他就踏出第一步 終於知道這個供求是什麼 可能偶爾聽一下五仔 知道這個世界有供求 有了 開會員制 一開始 你聽他的 其實他很厲害 我連續說了他四天 他第一天我都不想說 他那天說什麼 他說張志恆做小食店 我覺得是值得說的 只有紅館開演唱會的歌聲 要搞到他做小食店 誰人都可以做的 我那次狠罵 說他們不懂利用網絡 那些網友說 塞錢都進你的袋子 過獎 不是這個基本人應該要認識 然後搞到有第四胎 嘩 那就要報一下 一開始說 我們停用IG 原來開一個新IG 就收錢 目標明確 但是你... 也對的 你50元一個 但是你這樣很愚蠢 我覺得... 你擺明居密 如果想聽我分享家事 就加入我 用錢的會員 加入我這個 喂... 你進來聽一下 聽吳仔說 講一下 你不用給我錢 你喜歡可以課金給我 謝謝 但是你... 進來看廣告 現在什麼都要廣告 例如打手遊戲 手機遊戲都要聽廣告 各樣 這個很閒的 但是你說真金白銀 給50元 聽你說家事 那為什麼我不拿50元 去買一些食物 給我家人吃 呢? 那就可以了 是不是應該用另一個形式 我又不怕說 我見很多女生 再養小雞雞計劃 再養蒙羅麗莎的小雞雞計劃 再養咪咪計劃 很多女生 咪咪的那些 然後 每個月多少錢 50元就好像太少了 有些玩到8萬元一個月 那些網紅 然後8萬元一個月 你可以看到她一個月有8個人 去加入她那個超級VIP 然後那些人就說那女生做雞 可能她不是 或者她有路怎麼想 或者她沒有路怎麼想 我們不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多錢 有人加入 其實你很難用一個普羅大眾的心態 你50元一個 你多少個才圍到屁 200個才得到一萬 是啊 只是釣魚而已 我覺得會員制要分級數 我覺得就是 那她說 是啊 多次 嫂子 老公 現在又出新報告了 新IG出報告 很多人inbox我 問我可不可以follow 那個Agri Mama 2.0 新IG帳號 她說實在太多不是真關心 真心想看我follow的人 所以沒有逐一時間選擇 她說新IG是很開始的 她說我不希望有 不好的東西在裡面 我也知道有很多媽媽都很喜歡我三個小朋友 很喜歡他們和三隻狗仔 嘩!你還有三隻狗仔嗎? 神經病 那些狗仔還要沒有錢 你真可怕 這件事 她說新IG多數是放片的 剛剛有網友提議我做會員制 她說可以幫助我家裡經濟問題 以來可以阻止一些用意不好的人 50元一個月 其實可以試一下 有網民表示支持 詢問她怎樣付錢的 她說多謝你可以AliPay 入數寫回IG的名字就可以了 有人建議她做Youtuber 做吧 沒所謂的 要經營才行 要懂經營 其實我覺得 她是不是要眾籌呢 這些人說 這些算不算眾籌呢 沒什麼所謂的 做這行就是這樣 她又要錢 她要交書保費 交租 沒什麼所謂的 中不中籌也沒問題 不是做犯法的事就可以了 她是藝人 是不是有第四胎呢 說她認有新紀 認了那個有 直認有 有新人 上個月有位網民幫她交租 但今個月還欠租金 所以我說是長貧難顧 你能幫她多久 有個網民幫你交一個月租 幾千元 上世欠了 說真的 你幫她交租 一萬幾千元 不是說孤行 一萬幾千元我餵飽幾個小孩 幾多非洲小孩沒有東西吃 就去餵飽那些小孩 人家的命都沒有 幫你交租 又收又腳 兩個 你生這麼多個 沒理由生子女出來要人埋單 我昨天說 爺爺的那些生很多子女 有人說 我爸爸也是生很多小孩 那就是 以前人家這麼艱苦 你是給現在的人艱苦 不過這些是你自己拿來的 大哥 你沒理由叫其他人埋單 但是你說開50元會員制 OK的 OK的 你試一下吧 但是其實可以賺大錢的 現在說到14分鐘可以爆一下 如果他真的集低功課 慢慢變成超級網紅 也不一定 你在大陸 開微博 你老公有 有辦法 他以前英王 你可以扔到 William 陳慧庭的名字 跟其他人 他兩個比William 還早 出道 關志斌在大陸有紅 其實他根本跟關志斌一樣 那個人器 是個寶藏 大陸開扭音 開會員制 有課金 付錢 然後我有個朋友 在大陸 原來他們那些網紅 有得賣大貨 大貨現在怎樣玩呢 你走去卡 一件事 然後說好多少錢 多流量的分多些 高人氣的分多些 每天做直播 每天做 每天做一兩小時 兩夫妻也做 其實老公只做直播 有時候跟小朋友一起做 沒什麼做 有三隻狗 放那些狗在陰陰養 放那些人仔在陰陰養 不用說話 錢自己掉下來 我早就知道 放那些狗在陰陰養 有人課金 再養小咪計劃 我都不似做這些事情 因為太容易賺錢 我覺得這樣 是真的可以的 是真的可以的 我只是不做而已 我爸爸叫我養 他說你養隻狗而已 你養隻狗 我爸爸說這些 扯起我的心想 用不用 我用不用 我照顧自己就可以了 是不是 那就照顧多一隻狗 因為有些人 我不是這樣說 你的網紅是要配合神獸的 我不用而已 別人要的 是不是 我不用這樣賺錢 有些人要 又成功做到 他這個 有就可以了 你在大陸搞這些奇妙的事情 有空 一個星期定期爆一下大龍蜂 是的 又說說 其實你除了唱壞的丈夫 我們都很想知道你的性生活 是的 你拿出來說說 有空 有空 又不要那麼離譜 說說 是的 我只是有些人說做YouTuber 我隨便說兩個題目都爆 你生三四個小朋友 你老公為什麼還可以跟你這麼歡愉呢 有些女人說生一個都鬆了 你只是做這個收音機界的KOL 真是收音機 有很多人跟你學習吧 是不是 不是說什麼 這些很正常 肥了那些皮 怎麼收 每個人都有果度 我以為不覺得有什麼禁忌 大家成年人 那你Juice 我隨便說也有 我當然放下父 隨便在網上找篇文 又說十大廢柴老公的特徵 那樣子喪麻懷了 接著那個老公就出來說十大廢柴老婆的特徵 那大家兩個罵一下 製造一下花生 那你就跟著帶貨 說到氣都咳 黃老蜜菊花茶 現在值得買了 好像蕭先生那樣彈幾句 蕭先生都這樣做 多容易做 我是你我發了達 是的 說真的 我還在這裡生活結句 哎 現在看到好像 那一套絕代雙嬌 說什麼 那個 小如兒的父親 坦跪了 然後這個 賞善佛惡雙尊 他說 他就是高手 燕南天 燕南天就是高手 蓋了高手 你只要拿鑰匙開了他的東西 他的功力就可以通過了 這樣 挺容易的 我剛才說出來好像很容易 你想到你肯做就是了 反而有些人沒有名沒有姓 經常說要做什麼KOL 什麼KOL 我說你去極有限 你不是明星來的 你看 Steven的相還可以 真的可以 相是 有福 不懂利用那種 你剛才聽過 有些網友知道我說的 是真的 你知道這樣走 這樣走一定可以 只不過是你做不做到 還有你的堅持 你這麼多小朋友 是很阻礙你做事的 基本上如果給我 由他結婚那一刻 如何修復一個聖上癮的男人 從那一刻開始做 你現在這幾年 就是我 我在說我有你們這樣的身份 從那時候開始做到現在 你起碼有兩層樓 真的要懂得做 你的腦子要轉 所以你看新聞 說網友建議你什麼 你看網友認識什麼 他建議 他說我是你都可以試一下 這樣做 我是一個 我就是一個 成功的Youtuber 我現在說的那些 肯定是對的 你跟著做就一定可以的 我剛才說過 怎樣回大陸 怎樣解僱那些 一定是知道 沒有錯的 真的沒有錯 這些叫因緣際會 你有種子 你淋水 有陽光 跟著那個東西就會出牙 就會發出來的那些東西 你看穿的天地就是這麼簡單 有些人看來看去 正正常常去找一份工 小食店 你也很癡 你也很癡 你有沒有跟姐姐欠東西做 傻傻傻 那些工是你做的嗎 不是說看起 有人說我這樣抬舉 那份工是嗎 我之前也提過 那些東西是人都可以做的 是不是 有些人說 不要說他什麼 你這兩個人不值一提 那你進來看 我不是說你踩他不對 你自己也被人吸了進來 你是沒有資格說這些話 有些人是不知道他那個 就是你一會兒踩他 罵他 你就是關注他 你這些就是別人的錢 別人的關注度就是他的價值 你屋邨夫妻都是這樣 三四個 他老公去滾 是一個聖上人 他每天唱個混蛋回來 又搞個老婆 又生第五個 沒有人來的 但是張志恒每天都上報紙 用什麼做大陸流量明星呢 神經病 也不知道 其實有人說 我覺得 Steven 史發恆、蔡志恒 你一入行 人家Train's紅了 你有一對英王 當時年輕人 最有名的經理人公司 這樣捧你 豬肉在前 Train's 女Train's 你是男Train's 你一副爛牌 打到九五八八 你給我一副爛牌 當然我做不到 我做了你那個位 我做了明星 我現在還是明星 肯定是 就是說他有一副爛牌 他不會打 有一副好牌打到爛了 應該這樣說 一副好牌 哇十三張 差一隻叫壺 整天自己打走 然後再砌 再砌 一尾就只有 篩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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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篩 只懂得碰篩 碰篩 現在這樣 十三隻都是篩的 搞不得八 有… 明白嗎 不明白就黎明 只要我沒有 沒有責任教識你 神經病 你不會分枉給我的 不過我是多口說的 其實很多人 一點是醒的 不過有些人性格屍然 很執著 我有個朋友想做網紅 上面經常很執著 我一定做這個 一定要做這個 哪有一定的 什麼?市場哪裏需要你,你就在那裏賺錢 是啊,不懂做,音樂一下音樂一下 聽別人說,聽聽意見,他認識就不是觀眾 我經常都有觀眾走來給我意見 對的我也聽,大部份都不對的 你真的不是做那一行,你用觀眾的心態去想那件事 那件事都不對的,想了出來之後 明點你,還說點醒你,你憑什麼點醒的人呢? 是不是? 有些我聽到就只有淡少了,當然只有淡少了 你讀大學的時候,那個人還沒開始入學校讀書 是啊,簡直是可以這樣說的 真的可以這樣說,有些人拿獎學金的學校高材生 那個人還沒入過那一行 網友還沒在那裡讀書 然後他認為是這樣,他接著會點你 我剛才說的就不是這樣 我現在是大學生教的小學生 求求你,你這題是應該這樣做的 我的程度就是這樣 不要緊的,他不是義務要聽我 也不是義務要說的,不過多事而已 有些人說,幫他交房租什麼啦 你心地好 你隨便點一條路給他,他自己走都是他自己賺的 你沒有義務什麼的 為什麼我說,其實 老實說,我講朱志恒也講了這麼多一條 他不是主要有流量 不是主要有流量,但是也有一點點流量 不認識你那個人說你也有錢 那你自己說自己就看你怎麼做 那個做法 不怕難看的 你兩夫妻吵架也不犯法 有上下巴還好玩 但是所以我經常都說 做演員也有導演編劇 後面也有一群做王者 因為我想的東西,我說的東西 就不像一個幕前人 走不時到 我以前跟薇辣那些人聊天 有一次去台灣旅行跟我聊天 我說你講話真的不像一個幕前人 幕前人不是這樣 你看完整盤的東西就說出來 我那時候我不知道自己 其實我的組織能力是OK的 現在看著自己又有很多人聽我說話 其實你就是聽這些 聽裡面好像真的有些東西聽 聽那個想法 就不是說,哎呀,搬自過子說那件事 如果你搬自過子說那件事 別人說他一眾籌 那你就分是非對錯,說完了 但是我是將那件事後續的發展 告訴你,這樣就可以了 你現在這樣就不是不行 還未是好得 那為什麼我要講那麼久呢 就是上天有好生之德 也辛苦的 養幾個小朋友 我電話一步我自己都欲呈 不是很捨不得花錢 小朋友 沒有錢買東西,大個很自卑 我過來人 小時候沒有錢自卑 他們的資源又要分很多給別人 就像HIP HOP的文化 大哥穿了一件衣服 然後給弟弟 大件衣服又不適合穿 因為要 買大件一點,耐穿一點 不用這樣 就整班都是HIP HOP HIP HOP的來源都是這樣窮 一個全一個 不適合新的 各樣 其實 文化人家的文化就是 但是香港不是這樣 香港是被電視台搞得很中產文化 這間屋子要見到別人 港女是拜金的 一邊搞事 也沒所謂的 子女生得漂亮的話 將來十五、六歲出來 但又搞大人家的肚子就麻煩了 因為小朋友真的要 你不好好培養他 在社會上有多條廢物 我經常說成龍就是這樣 不負責任 看他媽媽說話 起碼不會先離開 也跟大家分析一下 他有路走的 不用客客 又說沒有路走 又說迫到長角 根本不是長角 前面試骨頭路 轉彎就可以了 窮側變變側通 這樣就有得做的 今天先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新聞 拜拜